7月底AJAX 这里是个专业苗圃 Vandermeer 所有的Rose 月季玫瑰 八折 三加轮的盆子 长得非常之旺 而且开花真是漂亮 看看 八折还要看原价多少 三十四块九毛九 这是我今年逛花店看到卖玫瑰 最开的最好的一次 盛开 通常都是六月中下旬 是多伦多地区 这里跟多伦多是一样的气候 多伦多地区是六月中下旬盛开 这估计是第二波了 现在购买有几个好处 第一看花 喜欢吗 第二闻花香 看花才有花香对吧 你看它说明可能不够 第三看它抗病程度 有一点点黑斑 看上去问题不是特别严重 站在旁边都闻到花香 不知道是哪一个朵出来的 不知道是哪一个品种来的 闻一下 香 看这一颗长得相当旺盛 我猜啊 这个跟春天四五月份在其他商店买的是一样来的 就是什么 先看名字 这迷你我不认识啊 有认识朋友给说说 这个和那个是和早些两个月前两三个月前上架的 应该是同一波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 这是裸根来的 都是裸根来的 说实在的 我真是看花眼了 我认识的名字并不多哈 这各种各样各种花色 每一颗都有它的故事 如果实在看花眼 如果我要是购买的话 我今天没打算买 但是如果你要是打算购买的话 这里头有一个参考 除了它的各方面的特性以外 还要挑它的 有的人是特别在意哈 挑它的培育者 breeder 有几个非常知名的 或者是受欢迎 受这个寒冷地区人欢迎的 这是MEI 是它的培育者的代号 所有的牌子上都会有写的啊 这个是 再加上这个 这个图标 加拿大枫叶图标 也是一个比较有名 信誉相当好的一个 苗普 公司 虽然有些知名品牌 像这个啊 我一下就看了 单腕 这颗表现的不好 比我家那个差远了 所以购买推荐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简化 简化的方法就是 凭着感觉来 对于新手来说 凭着感觉来 对于稍微知道一点点的人 就看它的代码 code MEI 但实际上也很多 有的没有 没有code 没有code 什么意思 很有可能就是老品种 老牌的 有的人就喜欢老牌的 就喜欢不是现在网红的 美吗 这怎么又搬回来 看这叶子有点够呛 这个叶子有点够呛 肯定不是因为这盆破了 盆破了没关系 抬头一看这里还有很多 很多很多很多 令我惊讶的是 这里真的是 你看还要这么多 状态相当好 七月底了现在 都不像吧 像六月份的开花 快速浏览了一下 没有绿芳盆 没有 刚想向大家推荐 如果你要是看花眼了 应该挑什么品种 挑科德斯品种 没有绿芳盆怎么办 挑科德斯 Cordes 就是KOR开头的 看见没 但是科德斯啊 也不能完全把它神化 这得病也不轻 据说绿芳盆是被人盯上了 这种David Austin的奥月 被盯上了 什么意思 有人这一上来 就把它买了 然后到网上去倒卖 你看那个网上 你看那个KGG上 很多 卖绿芳盆的 整天和这个病泱泱的叶子 斗争 是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呢 见仁见智吧 看看花 我过去看到花呀 什么都忘了 闻闻 香 看着这些盛开的月季玫瑰 还有一个想法 还有一个观察情况 你看看 就不说它开完花吧 你看开花的时候 这基本上光杆 谁给撸的 有一种流行的做法就是把它下面的叶子全去掉 增加透气性啊 通风好啊 来减少它得病的可能性 看看这大花 我的天哪 看一下名字 漂亮的花啊 要记住它的名字 我这转了一圈 比较了一下 所有的月季状态 我是指叶子啊 状态最好的 还是属于 它叫Landscape Srub Rose 还是这一大类的 看叶子非常健康 维护低 状态好 什么事 但是呢 一个可能是 对于有些人来说 是个要命缺点 就是它的单朵花 不够迷人 太单了 但它香味 丝毫不逊色 有的有香味啊 你看它 看它的花粉 你看它跳的 你看它磕的 对于新手 还要提醒一下 有个问题 好大的花 对吗 香不香 没什么香味 有一点点香味 它在同一盘里 同一棵上 长出另外一个品种来 品种 这应该是Sucker 和它的品种的 它卖的这个品种 你看明显的叶子不一样 不是因为这个干了 是这个品种 这是从它嫁接点底下 长出来的 这一定要剪掉 别熟的 紫色品种 不多见吧 也有一些网红紫色的 更紫 它叫 Arctic Blue 蓝色和紫色是相近的 从光谱上来说 非常相近 还看到一种黄色 不是普通的黄色 是复古的黄色 这老王的词啊 复古的感觉 Honey Dear Irene的频道 最近对她的观众 做了一个调查 我也做个调查吧 类似调查 看看我的观众 到底是入坑的人多呀 还是想出坑的人多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